我们首先就来看看纽约时报 奥巴马暂缓攻打叙利亚计划 将重点转移到俄罗斯指出的外交途径上 俄罗斯随意提出的叙利亚方案 异军突起出人意料的成为主流思路 监控和缴获非常规武器被证明非常困难 接下来是华盛顿邮报 奥巴马将叙利亚问题交到美国人民手中 专家称缴获叙利亚化学武器库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 近日美国报 奥巴马总统昨天的演说被认为是一个全新的开端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今天早晨说 热带风暴亨伯托正在转化为一级飓风 接下来是华尔街日报 奥巴马暂停对叙利亚开火等待俄罗斯计划的结果 拆除化学武器具有挑战性 纽约纪念911事件12周年 美国国安局承认违反了保护隐私法 洛杉矶时报 奥巴马昨天发表罕见的黄金时段电视讲话 争取赢得支持攻打叙利亚 同时也誓言使用俄罗斯提出的外交手段 美国国会多数人没有被奥巴马说服 以上是今天美国几个主要报纸报道的头条新闻